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次我们继续和大家讲讲香港 真是麻烦了 真的拆关了 有人说搞什么呀 两元车 是不是累死了所有的经济 不如取消了两元车 其实说这么多 感觉上又好像赖 是不是土地姓赖 香港零售餐饮 搞到现在好像感觉上都不是那么好 很多人归咎就关乎这个北上 那如果 未来的形势 是不是应该更加恶劣呢 那这个更加恶劣的形势 会不会导致成为一个 难以挽回的局面 那所以 是不是有人就说 拆了关口去吧 别烦了 那究竟发生什么事 我们一起和大家看 大家直击一下深圳 现在内地的 深圳的消费层面 饮食层面 有什么辛苦 吸引港人 继续上去消费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夸张了 大家记不记得呢 我之前有分享过 有一个新闻 就是说关于在内地的街市 就很厉害 很厉害 各出其谋 连 说到你在香港也没办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香港是不是应该要学习一下呢 就在深圳市场推出这个免费代客炒菜 客流量倍增 这件事件 听到呢 糟了 糟了 因为在深圳盐田区 中龙贸智卫商场 近日推出了 帮客免费炒菜 不用钱 之前说到牛肉当主 他自己炒菜 始终是踢脚的 所以他现在太旺了 他说未来会怎么办 请厨师来炒菜 每个菜5-8元 好了 你说是不是真的有生意头脑 那时候我记得我评论这个文章 因为我近期看到东章 好像有报道 是的 那当然这些事没有达者为先 大家关注这件事 其实这些事呢 我都说是会绝对影响得到 整个香港的街市的问题 或者赛市场的问题 我经常都见 现在街市的人流不是很弱的 都有的 尤其是在周末 周日 街市都有一些人流 但是不是想象中那么厉害 很简单的道理 大家真的会不上消费 大家真的会上去玩 大家真的会上去买菜 那可能买菜 这件事 就因为那个生育 这些问题 海关 入境处等等 他们都叫做政府 不要说得那么复杂 政府都呼吁过 告诉大家 现在不行 所以其实 在这里 再一次 其实我自己觉得 香港 自己本地 那些小区街市 为什么不光顺呢 有人说 不是啊 真的差很远的 我又有两元车 来回四元 这些真是很划算 不上去 真的找自己笨的 这些东西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我自己觉得 我们不要过分濫用 不要濫用 很容易被人觉得 这个很有问题 我们这样用法 这个两元车 有人就说 你遲早 真的很大呼声 继续这个濫用公屋之后 或者公屋库的问题 两元车 可能是下一个 成为政府 究竟在一个关口 会不会 过关 有人说 我不需要全面取消 只是去关口取消 去那些什么 深圳 因为其实理论上 应该是机场 香港 你两元车 乘机场 是不是两元的 你乘巴士 不会吧 A车 不会两元车 但是B车 是的 那 会不会B车 那些全线都取消了 没有两元优惠呢 这个 是会引起大家关注 因为你始终影响到的 真的有的 不是说没有的 好了 那之前就说 不要买熟食而已 那现在深圳菜市场 够几元帮你炒 得到深圳市的人欢成 那更加 有些人就说 比在外面吃快餐 因为我也不知道 那些是快餐的 外面餐厅 我不知道那些预制菜 是不是预制菜 那些什么原材料 那别人这些街市 直接在你面前 你 哦 十元 我要十元 牛肉 帮我炒芥兰 牛肉炒芥兰 那你就去旁边街市 买芥兰 是不是 那你过来帮我炒 多好啊 你选择 你全部自己选择 然后有位厨师 帮你煮 那这些服务 你在香港真的没得搞的 你这些人 现在是盐田区 你试试如果在福田区 或者在这个什么 连堂口岸 我在昨天 昨天 有人说 哇 又塞了 又塞到爆了 香港 在福田口岸 回香港又塞到嘔了 又说 人数创新高 是吧 又说破纪录了 哎呀 那你说怎么办呢 这个情况 是 有危有机 当然 但是你说 去到这个情况 是比较 头痛 因为数字上面 又或者你看到 港人北上的情况 真的越整越多 感觉上 都真的好像 没办法 收科 对啊 深圳口岸旅客 去到88.7万 哇 你真是死不死 什么日子 暑假而已 平日 又有奥运搞的 这些之类的情况 为什么大家都觉得 好像 还是 都没办法 收科呢 那你说炒菜了 我未必真的会炒完 那些菜拿回来吃的 那 又何况现在那么远 但是你不排除 接下来在其他口岸 只是举例而已 各位朋友 各位听众们 你可以想想 如果 真的在福田 所谓的联堂口岸 或者挪湖 喂 你过一个关 可能转过弯 就到 或者搭一个站 就有这些服务的时候 喂 你真是可能 又或多或少不少 一路有机 2元车 上去的 炒菜很惨 现在 热了嘛 你现在有没有进过厨房 我有进过厨房 哇 热了 大哥 是不是 一开炉 真的 有时候 你要想煮什么 我相信一众 妈妈们 家庭主婦 太太们 你每天最头痛 其中一件事 就是想今晚吃什么 今晚吃什么 今晚吃什么好 问问你 今晚你煮什么 未想到 喂 去到街市 选择困难症 哎呀 不知道怎么做 那可能你 有些配搭 他这些厨房 或者他这些 卖肉 卖菜的人 他们会 有些 有没有吃过这些 京葱炒 有没有吃过 没有 怎么炒 有没有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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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老公给你个赞 今晚真的 很厉害 拍烂手掌 这些东西 也有学会 多几道菜 其实 对于 吸引力来说 家庭主婦来说 我相信一定是 非常好 不要说家庭主婦 我听到 我都 我都想 有人帮我炒菜 真的马上去 哈哈哈哈哈哈 找个叔叔 帮帮我炒菜 我都想到 我有很多时候都想到 想到头都涨了 好了 那当然了 除了这个 叫做 帮你 加5元 可以炒菜之外 现在内地 不要说完 只是说深圳 餐饮业斗便宜 大件 是啊 那 现在直击 真的 国出其谋 除了减价战 推服务 你说 整个餐饮业在香港 是不是更加严峻 是不是更加 你说 在这儿假日 或者这些 所谓的周末 各个北上 冲上去吃呢 一定会 更加厉害 每个礼拜 是不是会破再破纪录呢 我相信 都是 情况不乐观的 首先 现在说一下深圳 他们的餐饮业 出现了一个非常之劲的减价战 其实这一宗新闻 我在 我记得 好像之前我在内地新闻也有提及过 就说现在每个都好像玩大批价 那样 是啊 做什么事啊 搞这么激动的东西啊 为什么要这样呢 就说价格重返七年前 可能啦 有人说是属于经济下行 香港下行 都不算有减价钱 有人说 是不是啊 内地餐厅率先 现在就搞这一件事 看看这个报道是怎样的 因为由于很多香港人熟悉的网红餐厅 频频近期玩减价 其中泰尔孙赛宇 就说由80跌至69 一夜回到七年前 而海底撈也推出人均 不超过一百平价的品牌 更有不少年所餐饮 以五花八门的附加服务费 服务吸引客人的了 有记者特意上去深圳多商场 看看是十几元的小食人气 是说到爆了 爆了爆了 为什么呢 因为说到便宜才是旺度 其实真的 你说现在为什么这么多人不想消费 我那天我早一天 和朋友吃饭 有朋友问得罪咎 有凭至远方来 对 不亦乐乎 大家一起聊聊聊 然后说 实际一类地 那个问题 影响着香港很多不同的行业 无论我们所说的餐饮业 还有不同的 例如港车北上 港车北上 其实也是影响着另外一些行业 例如汽车维修 汽车维修 汽车维修 其实有很多东西 有可能换烟 换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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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 五花八门 有人说行不行 我从一些身边的朋友 在这方面都比较专业熟悉了解 他们都真的不禁摇头 叹色 他说真的没办法 没办法 是啊 你香港这些真是 麻烦 他说 好像之前那样 有一些 是很开车的 哈花碰碰壮 当然有 哈花碰碰壮 那就脱了一切 脱七 要补一些颜色 香港补颜色 之前是等很久的 现在呢 呵 拍烟 可惊 男人上去 没办法 不是每个人开车的 你上去吃东西 现在你想想 打减价战 比较便宜 那你怎么办 怎样便宜呢 其中在内地 有很多 尤其是你去那些热门站 地铁站 那些什么购物中心 类似的 他就好像有个地下商场 地铁站跟着地库商场 一条街 他里面有很多食物 有记者去了看 就说 厉害了 去了中心城 深圳中心城 太儿酸菜鱼 有些麵等等 这些连锁餐饮品牌 已经有超过一半的入座率 普通餐饮品牌就比较整 有些烤肉店 这些烤肉店 就正烤烤的 其实他们现在都出现了一个减价战 互相抢客 另外 就去到有些比较便宜的快餐店 那些大X-Walk 什么万X-Gay 那些什么米田拌饭 就说每间都坐爆棚 另外在黄庭广场 有其他的奶茶小食店 也是迫爆的 好 那这个看到什么呢 中 有一层是吃品牌的 品牌一定是不会比较便宜的 减价的 坐爆 坐满 坐得很多人 好 其余的没有人坐 好 再便宜的 刚才说的 那些大X-Walk 那些 属于比较低廉的快餐店 塞爆了 所以其实现在内地都出现了这个情况 我们 其实为什么这么多个人北上 其中有人说服务 什么什么 我那天就是跟朋友聊天 我说 我 不要说得这么复杂 反过来 你说服务好 他们都说服务好 我说这个我也认同 我不能否定你全部 但是其实心目中大家 最重要的就是 所谓经常都说性价比 性价比 你不要忘记性价比 一个价钱 这个字 价 即是钱 我说很简单 大家上去吃东西 你说很划算 没得顶 香港可以收拾 反过来 香港有几档 做到深圳这个价钱 那他服务普通一点 你也照吃吧 这个价钱你还有什么投诉 是吗 你自然找到一个这样的说法 说法 所谓的说法 去打圆场 那我说 那些朋友说 那是 我说你山上水丸 特意供上去吃 你上去吃碗面15元 抵得烂 是不是 没得顶了 在香港 10元 8元 大家吃那碗面 那你会不会特意 山上水丸 供上去吃 你时间不是钱 一来一回 没了几个小时 你在吃8元 你说谷气 那就吃快点走 下次再来 塞住耳朵 听不到他说话 总有你的办法 但是 为什么 在30元的时候 你做不到这个东西 因为我觉得我给30元 应该有30元的质量 是吧 人家15元 就已经差不多 哇 直接是 捕工90度 帮你搅上去 没拆鞋 就是这样 价钱 就是一切 所以我说 现在大家都明白 这个道理的时候 你在香港 一班 拿着2元车的 受惠的人士 另一班的 就是平时不多消费 因为他觉得 在香港消费 不是说 不行 而是觉得 贵得来 他有一点点 戏戏 是的 这件事 一直都有人觉得 还没改变到 但当然我觉得 其实也不是的了 有些都已经改变了很多 是的 我经常都说 我很希望大家可以 给多些机会 香港的餐饮业 那当然 有人就说 别浪费气 不如一了八了 拆了个关 之前也说 中央政策组 那些 中央智库 不是中央智库 中央智库 那些之类 那些学者 建议 不如快点 改用人民币 超级大湾区 不要再 搞这么复杂 如果你走到这一步 其实就没有烦恼 不要想 谁有没有生意 正所谓 东家不打西家 那些人都会供上去 但是到时候 大家的收入和这个 所有的东西 还是香港的价钱呢 这个也值得去研究 我自己也觉得 但是 你看到现在 其实深屯某程度上 都要用全方位去吸引客 对香港来说 是绝大的影响 刚才说的大家比较便宜 好了 现在说到服务 海底撈 推出洗头附加服务 吸引客 厉害了 海底撈出名 服务够多 够多 多得你 够古灵精怪 好了 究竟他做了些什么呢 现在去海底撈 吃饭呢 就说去做浇夹的 其实为了 哈 厲害 那有些内地市民 就向香港媒体表示 他们去连锁餐厅消费 看重的是 餐厅提供的 附加服务 所以你说 现在内地 他们的客人 对于吃饭 就不是纯粹要吃饭 那么简单 你很难比 所以你说你在香港 你会出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 你满足不了这帮内地客 你满足不了的 你只是一个海底撈 人家跳过科目三 你在香港 我吃碗面 啊 姐姐 你去吃米饭 是吧 等你洗的 你可不可以叫姐姐 跳过科目三 给你看看 科你老头 什么科 是吧 哥哥 一下就炮你出来 你搞事 另外 海底佬现在搞什么呢 就说 虫啊 有些品牌 由开始那些普通 帮你补一下杂 现在就说了 太厉害了 跳科目三都不够厉害了 推出这个服务员 扮演二次元角色 哈哈哈哈 也有Crosplay 喂 你真是你喜欢 有这一味 玩这一味 遲些 我不知道 会不会 直接是推出一些 你进来之前 你可以选定你喜欢的服务员角色 我喜欢行欧美风 一会儿整个那些 暴风女神 我喜欢狼人 可以吗 哇 弄个大脑来 是吧 周身素面毛 是吧 又或者喜欢Ironman 又或者我喜欢喜羊羊 我要他扮喜羊羊来找我 可以吗 可以 喂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大件事了 你在香港哪里搞啊 喂 你玩服务员 已经是一个表演者 他们多重新闻 服务员 已经不是一个服务员 他是一个多功能员工 唉 你说死不死 除了这些二次元的角色扮演之外 更加说到有烤肉店 聘请内蒙古籍的店员 令到顾客体现梅家的感觉 是这样的 唉 真的 香港其实也有的 但被人说是太价钱了 有时候这些东西真的奇怪 所以你说真的不同的地方 那个品味是很不同的 其中在内地有一家火锅店呢 他就推出一个叫做很特别的功能 有什么特别功能呢 就是他们好像香港那样 有一个叫做disco time 哇 disco time 是啊 就说去吸引这个年轻消费者 每日固定时段 就会播kpop 接着多位服务员跳舞 很多顾客一起跳 由火锅店变disco 这个呢 也都成为小红书热手 所以你说香港那间呢 搞得不像什么 不像猫 不像狗 那样 鲜黑银针粉 那样做什么呢 原来内地在流行的 也都成为内地热手的 糟了 真是我们不懂的 这些东西 原来是他走得前在香港 现在是很流行的 那另外呢 海底佬就说有什么 美甲啊 手部护理啊 拆鞋服务呢 科目衫啊 现在搞些新东西了 脚甲都不够厉 洗头啊 免费洗头啊 喂 瘋子啊 你去吃个饭 帮你出发 帮你装身打扮 全身执过 生日派对 现在就是有内地的 市民就说 现在去吃吃火锅 不是要好不好吃的了 不要紧要的了 最紧要呢 就是有这些这样的服务 最好可以帮我选择 买了衣服 买了衣服 有连什么 连什么 什么都有啊 一条龙服务 是啊 这样呢 我就会来光顾 所以其实现在 有人就说 哎 糟了 做坏了規矩 不是说做坏了規矩的 我们现在 最基本的規矩都没有的时候 你怎样去跟内地的 这些连锁餐饮去比较呢 是啊 有人就说 那不是的 吃东西吃味道的嘛 有位内地的市民 接受香港的记者访问 他是这样说的 大家听听 你又会不会是这样看法呢 他说现在的连锁餐厅 那些东西真的难吃到压阵了 但是服务越来越好啊 试过啦 他说在这些云南菜餐厅吃饭 因为不吃辣 他对那些菜很不满 向服务员说完之后 他竟然免费重新做一份给我 那这些是你奶猫的 是不是 你对那个云南菜不熟悉 那你跟人说你不吃辣 就行了 另外 他说那些连锁餐厅 花样越来越多 上个星期去那些烤肉店 很久以前的羊肉串 叫狠狗以前的羊肉串 发现请了不少内蒙古籍的员工 一路烧烤一路跟自己聊天 那现在内地呢 所有的连锁餐饮店 开始走向海底老化 什么叫海底老化呢 就说一进去那里 服务员就会 斟茶遞水 遞毛巾 免费摘头发 那更加 说到说 人盯人战术 好像保姆那样 所以你说 这帮客人来到香港 拿东西要自己来的 針水那一套 我以后不光顺了 不行啊 香港人服务是这样的 我来消费的嘛 应该帮我抹鞋的啦 真的不知道会不会这样 所以 告诉大家 现在真的困难了 所以 我自己觉得 你说餐饮业是 很大的挑战 尤其是现在内卷的情况 开始 因为说到 国家这个政治局 都 关注这个内卷的行为 那看一下 会不会有什么办法解决 否则 连香港 都会受到这场内卷风波 影响得到 好 那今集说到这一集 下一节再说 拜拜